现在全校都在传 飘飘皮腿 为属下暴的事 本事不会处理 现在真的是 全校女生的工程 谁呀 乖了吗 走 我们去吃饭吧 卫山 我 我改变 封爷爷 想让飘飘参加 今年的全国国道大会 卫山 你怎么来了 是我把他招来的 卫山 卫山水平 他 给你下证书啊 证书 我们去放烟花吧 现在 虽然你不在家里过年 但是 在这儿 我们也能给你过一个 很开心的年 对吧 是啊 是啊 去放烟花吧 嗯 好 走啊 走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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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新年放烟花的时候 学愿会很明的 是这样吗 还有这样的习俗 飘飘 你也觉得什么愿 才不跟你说 说了就不灵了 那一定是和月山有关 你羞羞不好意思说 那我们都会说 小夏 你别胡说 那又开玩笑的 我好失望 我们可以做永远的朋友 一定会的 哎呀 哎呀 来了 我还约你不来上课呢 我也不想啊 你以为我想来啊 想得挺美 不想来就不想来 你去收拾 全是灰 你不收你晚上就睡大街去 睡大街就睡大街 睡大街就要拉下你 你舍得吗你 我 我 出去 中国好 好媳妇 你给我下来 后地 你搞我你的东西 好嘞 我 我就 你下来搞 把 帮谁打扫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发明是很好的 你知道吧 我的天 其实也不是很脏啊 是吗 那这些飘起来的是啥 我好想打扫 我真的不想打扫 你给我转移快起 走走走走走走 飘起来 你别谁了 走 快 我肥皮胞真不要脸 她竟然供应了卫卫生 还不止呢 那个新来的日本交流生 岳珊许 也被他公司的 那个假期了 还没聊完 也是厉害 咱不让他把你办件事去 他们太欺负人了吧 我们之后怎么办啊 就是让他们这样 越来越过分吗 怎么可能 我 但是 其实说来 都怪未处 他真的是你的灾心了耶 那个 我觉得月山就不错 考虑考虑 笑笑 你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 你还嫌我身上绯闻不够多啊 更何况 我跟月山 只是朋友关系 好吧 但是你这样没完没了的 装到什么时候呢 还不是老师现在 天天拿我当榜样 我拿错话的事情 要是被发现的话 我觉得 得被退学吧 那算了别想了 吃饭 多吃点 我看你的好吃 别想了 我的是挺好吃 挺香啊 我也觉得 你看这叶子 下面还条蛇 你看这个红烧肉 它像不像一个红烧肉 红烧肉 红烧肉 我真也是红烧肉 魏处 我和小雪最近查到 那个坦林 本来姓芳 而且 她还出入芳界的老宅 我想这件事情 可能和八七门的方家 有什么关系 之前还利用我们 找什么太极女高手 那 她在校内的人际关系 你们有查吗 查了 可是暂时 还没有发现 和八七门有关的事情 事关八七门 必定凶险 这件事 你们就不要再管了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她 她应该在短时间内 不会再有此事端 之后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就听我的 和白海洋一起振兴太极戏 才是你们的头等大事 或者是来 你呢 来办公室做什么 我来办公室做什么 也没人告诉我 我就自己来拿呗 因为校园里的那些传言 可能吧 不好意思啊 把你也牵扯进来了 没关系 有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 让我一时间都不想离开这里了 真的吗 当然 这句都是肺腑之言 漂漂同学 你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说的话 中国有句古话 深重不怕影子邪 那些说你坏话的人 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你的 谢谢你啊 你这样安慰我 我很开心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尽管说 不用担心 我妈没事的 不愧是我认识的漂漂 身为你的朋友 如果不开心 随时可以来找我倾诉 这才几点你就叫我过来给你做饭 你是猪吗 我又跑过来累死了 你今天做这么多菜 搞满汉全息啊 对 我就是搞满汉全息 然后把你天天吃天天吃 吃成一个大胖子 这样就没人喜欢你了 被欺负了 对 被欺负了 你天天找我麻烦 手脚都在 精神抖擞 看起来没什么事啊 我手脚都不在了 那能行吗 我真不想装淑女了 天天装得累死了 你还挺在意 这个所谓的淑女形象啊 我要是被识破了的话 不就被退学了 合理地保护自己 学校没有任何理由开除你 也不能成为 其他人欺负你的理由 不过 你这个淑女形象 跟你本人 不太符 这样太费心力 会印象地练功 我倒觉得 这个男人婆的形象 可适合你 你才男人婆呢 对了 你现在的训练阶段 需要你每天 揭一两顿肉 揭肉 嗯 我现在就给你去做素食 等等等等 你催着我回来给你做饭 做完饭之后你让我揭肉 你 有病吗 我知道你辛苦 这些 我都会吃掉 既然你都会吃掉 那就行 但是我在想 我做的都这么好吃了 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开一家 汤馆 我开那汤馆吧 不大不小 然后呢 专门每天免费提供三十万 给流浪汉啊 买菜走累了的老奶奶 老爷爷喝 他们肯定特别爱喝 然后卖的话 也应该能卖一个好价钱 是不是 也许吧 那我去给你 做素食 这么着急干嘛 你是不是应该做我这个汤馆的 第一个客人啊 欢迎光临 怎么样 好喝吗 好喝吗 好 魏楚 怎么了 魏楚 我给你倒水还有毛巾 慢点 慢点 你要不要我叫陈医生来啊 帮你看看 不用了 太晚了 会打扰到他 那你这样硬撑着也不是回事啊 小病而已 我做姜糖水特别好喝 我要不要给你做姜糖水暖暖身子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也挺累的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不累 这样你等着 我给你做糖水 好好休息 等我马上就做好 飘飘小食堂今天正式营业 大家都是我的客人好吧 请坐 各位 飘飘小食堂为大家开放 今天我们做的是 为魏楚先生去风去寒的 红糖姜水 我们需要姜 你们喜不喜欢吃姜啊 魏楚他喜欢吃块的 还是喜欢吃条的呢 魏楚喜欢吃丝 那就帮他切个丝吧 在等待的闲暇之余呢 我们应该干点什么 比如说 放点菊花 因为魏楚呢 有点香 加一点红枣 红枣是补气血的 他那天长你看脸那么白 这个男孩太虚不太好啊 加点红糖 红红火火 这五颜六色好看多了 放一下 没有味道 再加一块 你 满满满满满 你谁的心 在太太太 接受了你 不小心一切都会迷 抓不住高度定 这下一定够 这么多姜蒸作料 做到极致了好吧 不小心一块 你说的 好 啊 我以为他们的 我尝试 我尝试 只要我尝试 我尝试 我尝试 那里 我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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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起来了 尝尝 我做的 糖 好了 明天早上你再喝吧 不不不 你快快 过来来来来 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爱舅 宇宙无敌 爱心 超级 一烤喝到爆炸 红糖汤 真的 你快尝尝 你快点 明天再喝好不好 不行 你要是不喝的话 你要不喝的话 我就站在门口被冻死 去吧 尝一口嘛 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好的 大家都说好喝 谁也喝过这种东西啊 有的是 我拿出去卖一百块钱也一口 我都哭了吧 我都哭了吧 喝喝喝喝 好好喝 好喝 好喝 我就知道 我都没舍得喝 我尝了口口就赶快放的了 都给你留着 来 一碗都喝 别了吧 别啊 喝了 不喝不给我面子 是不是啊 看不起人 怎么的 养金鱼 快点 喝了 这样吧 我拿着喝 回房间喝的呢 好啊 行啊 拿回去喝也可以 我拿还有一锅 一会儿给 连锅给你端过来 别 别喝了 没 没事 那我现在回房间了 麻烦你小可爱 菊花去火 姜糖去寒 这么一碗到底是炙啥的 而且太辣了吧 晚安 晚安 去哪儿啊 聊聊吧 杨文学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学妹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提醒一下你 你的好朋友风飘飘 在学校里面到处勾引未处的 希望你可以远离她 做好你自己 这好像也不关 梁文学姐什么事吧 梁文学姐好闲吗 没有自己的事要忙吗 没有的话 那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去 去哪儿啊 学姐跟你说话 懂不懂我回去啊 没事吧 学长 你们干什么 没事啊 找学妹聊聊 慧会长 我们就是跟学妹聊聊天 是这样吗 说实话 放心有我在 可能是两位学姐对我 有什么意见吧 说什么 一姐 我想学妹对我们误会了 对吧 我们既然在同一所学院 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 互相帮助 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说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去哪儿 有哪儿 你说说话 你不愿意线 我去哪儿 不觉得你哪儿 我去哪儿 可能不是我师父 你自己 wheelchair 我路过 毕竟我们也认识 那种情况下 任何人我都会帮助的 是吗 你是不是快上课了 那我现在去上课了 谢谢学长 客气 找我来干什么 听说你最新在调查风飘飘 那又如何 查到什么 果然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告诉你得有用的吧 告诉你得有用的吧 他入学的两幅画 都不是他画的 是吗 那这样就有趣了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当然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利用车来玩不让我做家务 怕你压力大 你有这么好 你吃醋药了吧你 托你的服务 也托你做的一束好菜 你真是骂人不带脏字 你可以款机啊 我 我说不过你 计不如人 赶麦下风呢 你才计不如人 赶麦下风呢 你才计不如人 赶麦下风呢 能不能多借我一下 好 谢谢 妈 你怎么抢小孩玩具 你也试试 你怎么抢小孩玩具 小弟弟 给我拿来 拔一会儿 我不会玩 我不会玩 这不小孩的玩具 你为什么这么会玩 小时候玩会有一段时间 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幼稚 其实和太极有一样的道理 这样子平衡 你还会反复 你跟我讲的太极 什么你都能扯的太极 我真服了 我去买好吃的了 喂 上课去了 我 还给你 给 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我衣服不见了 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不是 她们也太过分了吧 行了 晓晓 你先上饭吧 你要是帮我出头话 你也得走呀 我想想办法 那你没衣服 你怎么上课啊 对不起 月轩学长 我们也是受了爱家的蛊惑 一时糊涂 才拿了风飘飘的泳衣 如果不是我偶然撞到 你们还要继续欺负飘飘 到什么时候呢 我在日本也听说 这里是中国最棒的大学之一 既然能进到这里学习 那你们一定也是非常优秀的 没必要做这种孩子气的事情 那 月轩学长 您和风飘飘真的没什么 风飘飘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 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可不能只听坊间传闻 给别人造成困扰 对不起 月轩学长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起 你们该道歉的人 是风飘飘才对吧 我陪你们一起去道歉 好吗 我去吧 跑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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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哪儿 不是上课了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圣母 可以 我知道 好 好 你确定今天风飘飘来不了了吧 你待会儿就等着看笑话吧 集合 风飘飘呢 怎么没有来 坏稿是 飘飘今天身体突然有一些不适 老师 我衣服刚刚在衣柜里找不到了 你现在穿的不就是你自己的泳衣吗 哦 是 是因为我朋友刚刚在游泳馆外边 捡到了我的衣服 所以才能上课 那你归队吧 开始训练了 好 对不起 爱佳 偷你泳衣的人是爱佳指使的 爱佳 干嘛 爱佳 学姐 我不用你道歉 也不用你承认 我就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对我不爽的话 你可以当面告诉我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的话 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 你威胁我 你这样算哪门子淑女啊 我就不淑女 怎么了 你平常作话 心中明确 心云流水 想今天这样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还是头一次吧 奶奶 就别闹我说笑了 这简单的草木处理起来 才是最难的 那就这里加一笔 不是就有了吗 还是奶奶厉害 今天你心中那么恍惚 该不是为了哪个姑娘的事情操心吧 奶奶 就别拿我说笑了 你呀 就别再隐瞒了 你们学校每天八卦流言满天飞 我听说你最近 跟一个女孩子走得很近 到底是谁呀 你长这么大 从来没听说过 和女孩子走得很近的 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 总该让我知道 她究竟是谁呀 那个 奶奶 我跟白海洋还有约 我就先走了 你来了 最近 太极怎么样 很好啊 你以为太极心没有了你 就赚不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来关心太极系的 你是想问风飘飘学妹的事吧 之前 风飘飘永逸不是丢了吗 我看那个 日本交换生关心的样子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哪里不对 风飘飘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他就很难成长 你关心他成长 有何用意 之前我受伤 他不是一直照顾我还是吗 正好趁这个机会 也轮到 我报答他的时候了 帮助他成长 不过 如果他一直依赖别人的话 要谈何成长呢 坐 好 可是以我对风飘飘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主动找人帮忙 他不会拒绝别人 这也是不对的 这个 和你也没关系吧 你该不会是 没事 我只是觉得 顺其自然就挺好的 要不 你找陈冰出出主意 他不会 回家 海洋 魏处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说吧 还是我来说吧 咱们不是来了一个 日本交换生吗 他和飘飘走得很近 魏楚心里不是很舒服 陈铭 你说该怎么办 我懂了 魏楚 你是不是吃醋了 吃醋 果然 就是吃醋 看你心神不宁 欲言又止的样子 肯定是吃醋 对对对 这种症状 就是吃醋 我平常看见小雪 揍别的男生 也会有这种感觉 魏楚 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没想到 还能看到你吃醋的样子 这个日本交换生 不简单哪 不简单 你们误愧了 这绝对不是吃醋 魏楚 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嘛 看来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魏楚 为了女生而产生疑惑 快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 现在的情况呢 是这样 飘飘被人惦记上了 而你呢 魏楚 一定要抓紧时间 多多展现自己 优秀的一面 这样才能 多会飘飘地放心啊 幼稚 我和她还有约 先走了 我和她还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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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她一起 我和她们的 小朋友 付费 不过 自己的藏 监费 我和他在一起 我和你其他人 也和你其他人 危险 有所已个人 他和你其他人 有所要的 忍无可忍识 就无须再忍 知 绝地反击 冲冲冲 什么东西 行 你要不要看看 这评论还有点意思 我看看 这道歉道得惨啊 听听啊 我是艾佳 我仅代表自己 请求风飘飘同学 原谅我愚蠢的举动 你不得不说啊 你这个艾佳同学的文采 还是可以的 那还不是被你那 给吓了 那等哪天我也吓吓你呗 你试试呗 就很一般 看 看看 怎么样 刚刚练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 我这还叫还行 不过呢 我今天不生气 练成这样还笑得出来 什么 你这个状态 不是练傻的 具繩强度不够 你才练傻了呢 本姑娘老天照顾 活得乐观还不行 中彩票了今天 彩票倒还没中 还不容易认识那个爱家 他看我太极功夫 强刀爆炸 直接登报道歉 你敢信 就这事 这还不算大事 惹了本姑娘 自有老天熟 说实话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太极了 我觉着我练了太极之后 我的运气都变好了 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现在练的 才是最基本的体能 离达标还远着呢 你刚刚还说还行 我可听见了 还行的意思是 还可以改进 不是我说你这人啊 你夸一下会死啊 来 夸我一下 夸我一下 夸我听着 你夸我一下 夸我听着 天气真好啊 还行 还行 我听说了泳池的事情 你很帅气 真的吗 不是粗诺 当然没有 而是非常棒 过奖 没有过奖 真的 我打从心底里觉得 你这样的性格真的很棒 过奖 她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都特别好 听不懂 行 行 好好好 我闭嘴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在展厅上 学生会长准备给交换生 讲解围棋之事 围棋啊 我与李总一邪 很有兴趣去听听 飘飘 萧萧同学 一起去吧 可以啊 我们三个一起去呗 走啊 嗯 经常会有人问我 围棋到底应该怎么下 究竟应该如何学习 其实很简单 围棋源于毅力 便是把纷繁万象 浓缩成黑白两子 一张过零电 来产明世间变换的道路 明白棋局的瞬息变化 找到了临阵决断的方法 就算是围棋入门了 入门之后 更高的境界 便是中和 这时 两个人眼里就只有彼此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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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要考虑自己的棋子 说什么呢 还要照顾对方所有的棋子 好听 认真听 会长您认真课啊 这样才能见招拆招 甚至无招胜有招 不因思维的喜好 而有所偏袒和遗漏 这样遇到实力强劲的对手 方有一战之力 老师 你说的也不全面吧 你刚刚说的 都是围棋的棋艺和棋礼 但作为一个棋手 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还是修心养性 做到手拙若鱼 以静之动 才能在对异中处变不惊 随机应变 依旧是所谓的棋品 这位同学说得没错 但还是不够全面 准确地来说 围棋之道 必须义 品 礼 归 礼 舞者兼备 才称得上是棋道 下课了 关于围棋的基础知识 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 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讲 老师 听说你最近和风飘飘 走得很近呀 不好意思 我只回答有关课业的问题 所以你们两个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关系 比你们想象的 还要特殊 宝贝 与你们老师 出现了 谢谢 走得越生气 我别喝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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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掌 搭 喝了一口 臭啊 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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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看 我喝完汤子那个表情很真实 因为就是厉害 谢谢你 再不喊他我就演不下去了 这个太真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